詞曲 淵孟詞 曲 李宗盛 翻譯 曲 翻譯 詞曲 翻譯 My Radio 獨立付費節目 毓文射馬 主持 毓文猶達 錢偉樂 膽呢 我就成這樣 這場其實都很亂 那我就選了四號 又是徐宇石那隻 第六場我也選了徐宇石 這場我也選了徐宇石那隻來造膽 蒙古王 三、四重彩都是二、四、十一、十三、十四川雲巨 如果一隻十四隊了出來 就非常好分 這場膽我會選擇六號 潘頓的蕭瑤治再做膽 這場我的提供是一、六、八、十、十一 一、六、八、十、十一 三、四重彩都是這樣 穿魂巨 喂,哥仔,在搞什麼? 喂,我在找毋敏在哪裡 什麼毋敏在哪裡? 什麼,今天是25號嘛 我在找毋敏的購物車在哪裡 咦,不是一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25號已經有得交的了 如果一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是虧了一集的 哦,原來這樣的新玩法 喂,又是月美 喂,借一部電腦來 讓我自己先交月費 喂,沒問題,拿去 好,大家好,我是Cyrus 還有… Mikami Mikami 今天我們是什麼牌頭 應該是L.A.看真點 L.A.看真點之外 其實看到我的背景 可能是美國漫畫看真點 今天為什麼會說這個話題呢 就是因為事源又跟中國的五毛有關 我講漫畫也要吵他 然後 11月27號 DC就出了一個廣告 在網上出的廣告 宣傳它這本叫做 The Dark Knight's The Golden Child 這本東西 他不知道 他的封面就是這樣的 他本身的宣傳海報封面 就跟剛剛出的這本漫畫 那個封面也是一樣的 就說有一個好像Badwoman 在扔這個… 是不是叫… 汽油彈 汽油彈 香港警察的黑警就叫做汽油彈 OK 扔汽油彈 就像抗爭的動作一樣 變成了中國的五毛 就立即很大反應 就抗議 在網上就抗議 DC呢 因為他穿黑衣和毛面 對 毛衣和毛面 背景是有寫著 The Future is Young 對 中國網民就會把這幾個元素 聯繫了 就對號入了 對 好 幸好你幫我補充 然後很快DC就落架了 其實我大家都不知道他有沒有說落架的原因呢 你之前剛剛有七個 他只收起來 他就沒有解釋 是 所以後來美國的網民都不強 都出聲 不滿 就覺得都沒有關係 首先第一 第二就覺得DC沒有必要 因為中國的網民 或者中國人的反應 是去過的 是 這本書是剛剛 今天是星期三出的 說了一點點的背景 就是 美國的美幻 通常都是星期三出版的 哦 看看 即是11日 是的 12月11日 剛剛出版 美國的漫畫很有趣 他是風雨不改 每個星期三 所有的漫畫 DC Marvel Image Comic 或者Dark Hawk 所有都是星期三出的 通常星期三出的時候 星期二就已經到貨 即是去到漫畫店裡 OK 去到漫畫店裡 但是他就不可以 到星期二下午的時候 那些新的漫畫 就要上架 放在那裡給人買 但是呢 就不可以賣 就要等到星期三才賣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全行的規定 OK 如果被人捉到的話 很嚴重的 所以一定要 星期三才可以公開發售 OK 所以就算星期二 新的漫畫到了 都不可以賣等到星期三 所以這個 他不可以 preview 但是就不可以 即是不可以買 即是你顧客不可以買 他可以落訂 是的 總之是 買了星期三 這個星期三 這個星期三 就是新鮮滾意立出 這個題目就是 The Dark Knight Returns The Golden Child 其實 Dark Knight這個系列 它是有三部曲 第一個就叫做 The Dark Knight Returns The Dark Knight Returns 就是 裡面的內容 它拿出來 就拍了那套 Batman vs Superman 裡面的內容 就是Batman vs Superman 然後第二部曲 就叫做Dark Knight Strikes Again 第三部曲 Dark Knight第三 就是The Master Race The Master Race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它本身是有九旗的 阿瑞可以拿一拿 是的 它本身是有 厚版的 厚版的 全部有九旗的 然後 到這個最新 這個就是 叫做Dark Knight The Golden Child 就是這個 叫做 是3.5版 還是一個外傳 那為什麼叫做Golden Child呢 就是因為說 就說 Wonder Woman 和Superwoman 他有一個兒子 Superman 對 他就說Superwoman 差點說錯了 差點說錯了 波記網路先生 對 跟著 Superman 和Wonder Woman 就有一個兒子 叫做Jonathan Kent 所以就叫做Golden Child 為什麼呢 這本漫畫裡面 有說少少少 就是說 Jonathan Kent 可能會是最強烈的 Superhero 雖然 他 因為 他這個 Jonathan Kent 已經在這個 Master Race上 有出現過了 但是那時候 他只是嬰兒子 很小 這個最新的 Golden Child 這個故事 就發生在3年之後 所以 他就已經大了 一點點了 OK 一般的 Superhero 是的 那為什麼 是 Rufe Ruke Mikame 我覺得很細緻 你覺得 畫功 這樣的故事 我覺得會是挺有心 他是很深度的,而且他不只是眼睛,而是情節,而且他想帶出一些訊息 這個Dark Knight的故事,或者其中一個作者叫Frank Miller,大家可能知道他拍過一些,他也是導演,也是編劇,也是畫家,他拍過《Sin City》兩集,他也畫過《戰狼300》的漫畫 除了《戰狼》之外,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漫畫,講回這本,以及《Batman Year One》我都推薦,這個好看的 就是講《Batman的前傳》,以及《Commissioner Gordon的前傳》,這個也好看的 講回這本,這本的內容,其實有一點跟現在香港發生的抗爭,都有一點不謀異合 當然DC不是因為香港發生這件事,他就特意畫這本出來,反映香港那件事,不謀異合 但裏面有些內容,我覺得有一點反映到香港的情況 譬如說,首先講一個內容,就是DC那個大佬,就好像《Marvel》裏面《Vanels》那樣,就叫《Dark Side》 Dark Side和Joker背後,故事的背後就發生在美國總統大選裏面,Donald Trump就要連任 Dark Side和Joker就在背後助選,提供資金,提供資金為助選呢? 當然,Jonathan Kent和Laura Kent就知道這個Dark Side是壞人,想破壞他,因為他想背後操縱選舉 之後還有另一個就是Bad Woman,Bad Woman就是Carrie Carrie就是新一代的蝙蝠俠 之前大家可能有看過,Carrie是新一代的羅賓 之後Bad Man退休之後,接手做新一代的Bad Woman 所以整個故事都是說,DC Superhero Second Generation,年輕人 如何對抗這個Dark Side 現在其實故事跟香港的東西是扯不上關係的 扯不上關係的,但他有少少內容就是,整個故事都會遷移給Yan People 所以他之前的宣傳就說,The Future is Young 其實同一時間就說,香港的情況就是,我們要多給年輕人 年輕人是我們希望的 中國那些就誤會了,是不是? 是的,那些網民就對他入座了 但問題是因為我們還沒這麼幻畫,本身他畫的時間都要籌備畫 不會說因為香港發生了什麼事,他才知道 其實剛巧也這麼巧,就是撞中了 即是他不是到那個時候發生了,然後就畫的 而且我覺得美國的意外,他們不會把美國以外發生的事,放在他們主流的流行文化裡 這是我的觀察 所以如果因為他們響應香港的抗暴運動,然後再畫一篇漫畫 你真的想多了,OK? 是的,只是剛剛撞中了 另外,其實裡面就說,Dartside這個壞人 可能我低關也看到,Dartside的壞人 Dartside的壞人,他有一個很厲害的,他的眼睛可以射擊光出來 他叫做Omega Bean 他經常用這個東西對付那些敵人 同一時間,Dartside就很想用這個mind control 來控制那些外面的人 其實有一個情況就是,好像想控制那些年輕人 想要他做什麼,我就要控制你的思想 Dartside就很看好,Jonathan Kent和Laura Kent 即是Superman和Wonder Woman的兒子和女兒 想控制他們,不用殺他 想控制他們的思想 即使收他們做Lang 對,捧他上去,就控制這個地球 其實這個漫畫背景的時空,跟我們起初的原本不一樣 不是,這個是不一樣的,因為這個是Fran Miller 他自己本身的Batman的image 跟本身你做得像大陸那些Superhero 說的那樣東西是不同的 你看到他漫畫裡面有很多 很多Dialect 但他的構圖不是很漂亮 他有自己不同的色彩 後來就說到有一段 我覺得挺搞的 就是Dartside最後被Jonathan Kent和Laura Kent 就打敗了 後來就變回做 就是變回做人類 就是變回做人類 後來在街上被人拿著石頭扔掉 他有脫流血的 變回做正常人 同一時間,Dartside也想用自己的心理 來控制街上的人 想用洗腦方式 控制那些年輕人 但是那些年輕人 最後就說 我不會受你控制 Carrie 這個Batwoman 就帶領所有年輕人 來反抗他 所以這個是一個one shot的漫畫 這是一期過的 是一期過的 那Ruth你還看到一些東西嗎 我呢 因為他裡面就拿Trump Trump來 去說Joker和Dartside是想 在背後 想捧他做總統的 幫他連任 因為這個 我已經判了整個漫畫 是死靜的死刑 為甚麼呢 就是Laptist Media 和美國90%的媒體 都是左膠 所以媒體 我覺得 漫畫都是 這個漫畫裡面的東西 跟北謀二合都是說左膠 那樣東西 有個agenda 有個agenda 所以 我覺得是的 因為現在這個美國流行 演繹員派是很難避免的 你要埋堆 你要入樓 你要別人給他 就要 不反Trump 也要反Trump 這個 對 我想我比較 是 conservative 和我比較本土主義 所以 我覺得如果 如果 他要去 創造一個 他可能想創造一個 傳統 白人 美國人 這個 白人主導的社會 對 壟斷主導的 他想要去推翻這件事 他不一定要去 放Trump的樣子 他好像有寫他的名字 有寫Trump 對 我覺得已經是 這些畫公仔畫出牆 我覺得已經 我覺得已經是 飄了一個漫畫 其實 其實你說他也不需要 放Trump 我覺得 他是賣 Leftist Media Leftist Ideology 對 這裡是有 是 是 我這些 我這些說法 在美國是很不流行的 但是 這是我的觀察 也不是不流行的 也不是不流行的 我也不想說 是嗎 是嗎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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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麥克風很多人支持你 因為 conservative 是 靜靜的 好了 這是一點 其實 這個漫畫裏面 以 特朗普的 連任歌 做好一個背影 過去 家生年輕人的抗爭 其實會不會 有一點 拍攝特朗普 其實是一個 聽聞 也不 合群的總統 所以 學生要催行一個 這樣的運動 就是因為 有一個需要反抗 獨裁主義 其實這個故事 是否有這個影響 我不知道 特朗普 你剛才說過兩件事 因為我不知道 特朗普是否真是獨裁主義 但 他本身這裡 說的那件事 就是說 年輕人 一定是對抗極權 對抗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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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剛才我跟我說 我覺得 特朗普不一定是代表極權 但這裡 他就拿了它來這樣用 其實是有一點 放了特朗普上台 對抗極權 左膠 但因為 極權 那件事 只不過是 Batsai和Joker 拿特朗普來做工具 所以 所以你變成 他反而是 relevant to the current 是 他說未來 但又是 又符合現在 不是他不是未來 他是說時空 這個時空 這是時空 發生在閑城 只不過 閑城裡面 發生了總統連任選舉 即是總統選舉 特朗普要連任 同一時間 DarkSite和Joker 在後面 幫他助選 提供資金 當然 DarkSite想 用這個選舉 來控制人 因為他裡面 他可以發出 mind control 控制街上的人 所以有時候 年輕人會 說 我們不需要 任何體制 年輕人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有這個 裏面有些情況 那些年輕人在家 他說一些對的 還有Carrie Badwoman 他都說 什麼他說 都會有意義 都可以 在此時 他們都會 動搖 可能會 拜了 DarkSite那些 洗腦 唯一不動搖 就是 那三個 Superhero 就是 Carrie Badwoman Jonathan 和Laura 三個 就覺得 你這個大佬 狠狗 夠 你狠狗 我不會聽你說 我一定是打敗你 所以整個訊息 就是要對抗極權 但他又要拉川普 下水 如果他不擺川普 我覺得整個訊息 會更淡 更漂亮 因為DarkSite想用這個選舉 來政治操控人類 所以他要用總統選舉 這件事 剛好又放川普上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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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左膠 和共產黨 沒有什麼分別 對 其實中國網民 不應該反對這個 因為你反對自己 反對自己 他們應該 對嗎 你這樣反對 什麼都反對 Kiss 左膠 S 他明明是左膠 他明明就是反對特朗普 反對特朗普 明明就是自己有的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本來他是共產黨的朋友 但是你那些五毛又反對 你將來搞到四面受敵 其實是你自己搞的 其實裡面他講其中一個character 就是Superman和Wonder Woman的女兒 Lowright 其實他講其中一個character 其實他是很有自己的性格的 他就覺得自己 唉 為什麼我老爸這麼妄狗 要保護人類 你看看人類 是多麼骯髒 多麼貪污 不值得 不值得幫的 對 人類是很邪惡的 但是同一時間 Lowright就覺得這個Darksy 更加邪惡 所以我一定要 對爆你 而且他不喜歡受支配 他不需要反抗這個極權 雖然他 據說人類是不值得幫 但是這是另一回事 但是他主要是說 他要對抗極權 而且我看Darksy不順彈 跟他爸爸一樣 OK 他看不看Darksy不順彈 Darksy就是 你剛才看這個 眼可以射Omega Bean那個大哥 即是Superman的死敵 即是Superman的死敵 Darksy不順彈 Darksy不順彈 我問你 Cyrus 現在這個是新一代的Superhero 有Batwoman Carrie Kelly 有Laura和Jonathan 是Superman 以及Wonderwoman的 後代 大女和小孩子 這三個好像是New Generation 有一個Feminism的trend 你作為一個長期的美式文化 你講 你講 我想問你對這件事 會不會有什麼感覺 或者是否覺得有Feminism的trend Feminism一向都有 因為在DC漫畫裡面 有很多Wonder Woman 有很多 比如在Marvel裡面 有這個 Captain Marvel 很多Feminism 越來越多了 OK 其實以前也有 但現在更加越多 OK 那也是向左走 對 因為現在可能會更多 比如有些 女性Superhero的獨立故事 女性的獨立故事 會多一點 百花齊放 現在還要講一點 因為以前的 美國漫畫業 是沒有那麼蓬勃的 因為以前我住的地方 90年代的時候 有很多漫畫店 但隔了一段時間 就已經撿了很多 對 買少見少了 對 因為Marvel和DC 這10年8年 有很多關於漫畫的電影 所以帶動漫畫業 OK 大漫畫業 變成市場大了 變成那些 比如DC 或者Marvel 會出了很不同類型的漫畫 但是會去了 大企業 就是merge 去公開了 是嗎 不會 它本身有很多 美國都有很多 不同的漫畫出版社 例如 我剛才說 Marvel和DC 只不過其中兩個大街 有很多 例如Image 和Dark Horse 剛才說的 那兩個Image 和Dark Horse 都是比較屬於成人的閱讀者 是比較獨立的 對 但是你說 因為這個電影 就帶起整個漫畫界 對 對 對 因為人們會想 看電影之後 覺得我要回到漫畫 找回之前看電影 沒有說的 對 我還有一點 你還沒有說 沒有 沒有 我覺得 有一個巧合 剛剛 因為Time 就恐怖了 Greta Thunberg 是做這個 時代雜誌 時代雜誌 的封面人物 對 時代雜誌封面人物 代替香港的抗爭者 有票數最多 對 沒關係 我用這個來代表香港抗爭者 但是 但是我看到 最後 最後那頁 最後那頁 就是 我們這個 Full Screen 這個角色是不是跟他巧合作 去回剛才那頁 OK O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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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他的樣子 真的 是不是很合適 你才可以留意到 Migami很厲害 對 我最後想帶出這一點 噢 其實 這個 D.C.真的很左膠 不是 我 可能這麼巧 剛剛的樣子 也是 白人少女 雜頓邊 不想她畫了你的樣子 但是這個是近鏡 所以 所以 我想是有意思的 即是說 內定的 那個封面 我覺得不是 可能我還是很早說過 不是 那時候也很出名 他還沒想 時代雜誌 那時候 那時候已經很出名 很出名 因為他那個樣子 小女兒的樣子 我不想用別的字 因為始終是小女兒 那個樣子 對嗎 如果是其他人 如果是其他人 我就會說她的樣子 OK 不過是小女兒 我就不會說她的樣子 OK 救命 小女兒 一個小女兒的樣子 看到她的樣子出來 很老積 很老積 她已經說完 就把特朗普進去 然後她的樣子 就出了 被記者拍了 那些人 就看到 嘩 左膠 就這樣 即是說她在 confront 特朗普 所以她是因為 因為confront 特朗普才是紅 而且 剛好 她跟特朗普 也未必一定紅 因為很多人都 跟特朗普也不紅 哈哈 問題是 剛好是拍了她的樣子 那個樣子 然後被媒體推 一推 那就過百萬了 OK 這個 Rider Sunbird 要跟 因為應該有下文 下一次再說 你下一次再給Dennis發揮 以後有可能很多DC的 都會看到這個 可能是 好了 今集說到這裡 多謝Mikami 幫忙 多謝你 SARS OK 好的 拜拜 謝謝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畫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天下波經 今天我們有Alex在這裡 繼續說 最新的NFL情況 但未說之前 先說一些有趣的事情 先看看我們的backdrop 上次我們說的 看看後面這些事情 上次我們說的NFL Football Square 很感謝我們親戚朋友 兒媽姑姐 各位兄弟一起我們 夾錢就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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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 我用回 上次可能解釋得不清楚 今次 我們所有號碼 已經提供了之後 我就用一個例子 就是 昨晚那場 Fursday night football 是 解釋一下 你們是怎樣贏的 譬如說 昨晚那場 Fursday night football 就是Baltamore 對NJ NJJ 第一個quart的分數 就是 13-0 Baltamore13 NJJ 0 如果看第一個quart的分數 放在這個square 是誰贏的 我問你Alex 這個 就是自從一 不是 他第一個quart是13 如果Baltamore 現在當作是49ers 旁邊就是NJJ 如果看第一個quart的score 就是 Baltamore13 NJJ7 是0 那應該是誰 Square 應該是39 和14 的分數 因為最後的分數 是0 和3 所以就是 最下面的 Square 現在看第二個quart 是 Half time score 就是21-7 應該是誰 Square 21-7 就是 1 和7 27 Square 現在 Terry 應該是 Terry 贏了 他沒有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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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贏了 第三個quart的錢 他贏錯了 不不不不不 這與我們贏了 這任何quart的錢 都贏了 你有沒有解釋給觀眾聽 他在買的時候 這個asign 是怎麼出來的 這個square 其實這個玩法也不太複雜 SARVIS也說了以一個分數的尾數來計算 例如你現在看到49S 我們有一場波是49S 和LA RAM 例如你現在看到一個Square是200 即是Fornianer的尾數是2或8 即是12分 22分 18分 8分都好 他配在LA RAM 6和3的位置 即是這個人 他6分也好,16分也好,13分也好,3分也好 只要尾數是3和6,以及Fornianer是3和9 他就贏了,2和8就贏了 其實只要看他的尾數 是的,還有這件事就是說 所以通常我們這次的玩法也算是Reverse Reverse的意思,Alex就說 例如看看昨晚那場波 我是第1個Quarter和第3個Quarter玩Reverse 第1個Quarter Boltamore13,New Jersey 7,0的話 把分數調轉變成 New Jersey 7,13,Boltamore0的話 又可以玩又多,又中了一件事 即是變成說 哪一個中的Quarter是3和0又可以贏 明白嗎?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Reverse OK 就是把分數Reverse調轉了 哈哈 好了,那去到第3個Quarter 我們看看吧 就是Boltamore和New Jersey 就是 看看這個是21 35比7 35比7的話 就是5和7 5和7的話 誰中了5或者7的話 在這個情況 就是這個Square Li贏了 嗯哼 我們看看最後一個Final score 就是 42比21 就是2和1 就中了 所以變成Syles贏了 對 就是Boltamore2 就是我贏了 但是Terry的那個是不是也一樣 是的 都可以 因為你是 叫兩票 同一時間叫兩票 所以Terry都贏了 最後是Terry和Syles都贏了 到時候我們 因為我們這場球 就是12月21日 下星期六 就會知道 下午5時要開球了 星期六就開球了 我們現在看到Syles給了這張指 這個Square就是下星期六 下星期六的那場 美式足球 四個仔對LA RAM 其實那個Reverse的意思 就是安慰獎的意思 就是說 一場球裡面有6個Winner 6個Winner 但是同一時間 那個Winner可以多贏一個quarter 即是可以多一個Winner 同一個Winner可以多贏一次 明白 這樣 這是一個挺好玩的遊戲 其實玩這件事 不單止只是NFL 你可以玩Basketball 會複雜一點 24個quarter 也是計分數 也是計分數 還有這個好處就是 對方有些球隊做球 跟我們無關於我們計分數 是計分數而已 只不過有時候你說不幸運 突然他踢少個Field Goal 不進 變成你可能是3的 例如有時候很有趣的就是 3變2 是啊 比如有時候 場球就快完 打和 就快完 打和 OK 突然間對方有一個Touchdown 那就是6分 但是他的extra Point不用踢 因為他已經贏了球 變了6 不是7 明白嗎 對 加起來那個變數就變了 對 所以有很多種玩法 雖然你說7 3 6 或者0 是贏的機會大 但是那個變數也有很多 因為有時候你的point after 都可能miss了 對 因為今年在NFL的球賽 extra Point extra Point 經常不進 還有我們戰過一場 Niners對Newark Jack 不是9比0 對呀 9比0 9比0的就贏了 很少的分數 但是也有的 很難撞到的 對呀很難撞到的 但是也有機會發生 9比10也會撞到 因為他的雞的尾數 對呀 但是你沒想到全球只能入到3個 field goal 那個就真是拿你老命了 對呀 好 接著不說這一點了 就說回 剛剛這個第15個禮拜 還有3個禮拜 Alex你可以說一下形勢 現在的形勢 現在你看到 差不多可以見的 每個Division 每個Division 都已經出來了 即是打第一 例如我們在看 AFC那邊 他現在的頭六 頭四名的Division Champ 即是第一名 每個Division 呢 Patres Chief KC 以及 Baltimore Raven 對呀 他們都差不多已經 升不頭籌了 對呀 那些重硬粒就進入 playoff 只不過呢 他們現在就是打第1個種子 還是第2種子 還是第3種子 如果第1種子第2種子 拿了之後呢 他們有第1個round的優勢 對呀 第一個優勢的優勢 就是第3和第4種子 和第5第6種子 去對抽 同一時間 AFC South 就有點欠分頭了 AFC South那邊 有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Taxson 即是德州 和 Titan Tennessee 的分層是一樣的 現在呢 他們來到這個禮拜 很突然 他們來到對抽 現在就是欠 這個位置 誰去做第1 我們今個weekend就是 Taxson Titan 他們這三個禮拜會對2次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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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本來Tennessee 本來是沒有什麼希望的 他們這幾個禮拜 正算交易 被禁止了 要一個backup交易 那個人就打上來 一直打到現在是8.5 Taxson 一向都 起起跌跌 都打得好的 現在就打算是 他們倆的對手 誰取得第一 誰取得 Wildcard 如果照看我們 整個形勢 AFC Wildcard的最好的 record 其實就是 Buffalo Bill 和 Pittsford Steeler 如果大家有去看 整個形勢 Buffalo Bill 94 Pittsford Steeler就是8.5 因為他們現在 Division 拿到第一個 之後 他們計算整個聯盟 其他 最好的兩個 最好的聯盟 就是Wildcard 對 Wildcard 基本上 他們都在爭 Wildcard Buffalo Bill 和 Pittsford 這個星期會對抽 這兩個Wildcard 反而他們兩個對打 形勢都不會爭太遠 但問題是在他們 Division 因為 Sithford Steeler Division 就是跟 Beltamo在一起 Beltamo 第一 他現在爭Wildcard 而 Buffalo Bill 跟New England 是同一個Division 現在New England 叫做暫時 暫時 拿了第2 13和94 對 問題就是 其實分數不是差很大 對 只差長 因為現在跟Division 那麼近 如果Buffalo Bill贏了 而Patiot輸了的話 大家14了 但他們計算Division 誰贏得多 如果是Confront 因為Patiot是比Buffalo Buffalo Bill也上不了第1 如果兩個同分的話 可能他們的Tie Breaker 始終都是Patiot贏了一點 對 問題是 他的Wildcard機會就高了 現在看看AFC的Wildcard 都是Buffalo Bill 和Steeler 和Titan 或者Texas Titan和Texas 的Division 是在爭取第1位出事 如果你說他爭Wildcard 就可能夠了 噢 為什麼這個營秀感呢 有一個很大的NFC 就是National的聯盟 你看到有一個Division 是Dallas Carbois 和 Kritsburgh Felidelphia 現在你所說的National Conference 是的 那邊呢 他們有個問題就是 整隊球 最好的分數是6-7 整個Division都是弱雞的 基本上是那個Division 問題呢 現在他們兩隊球 只是爭出線而已 就是Wildcard就不夠了 所以今天呢 Dallas和Felidelphia 基本上就是要爭 哪個海拿到他的第1位 如果他這個Division那麼差的話 就算你贏到小組冠軍 那個成績也不是那麼好 試過有一年 RAM的成績是88的 試過了 88去入Tayoff 但你沒辦法 他那個聯盟 那3Division 但是Dallas和Cowboy 今個星期都不是好過 因為他對著LA RAM LA RAM 大家都知道他8-5 他根據數字來說 他就需要贏 不停贏 還要很多配合 但是Dallas 他不能輸 為什麼呢 因為Eagle和他同分 第一 他現在在聯盟 在Division中 他比Eagle更高 因為他的信息 他比Eagle更高 所以就算他去到 第九七八八八 都是Cowboy贏 Cowboy是Tie Baker Heading Heading 但是問題是 如果Eagle的總場數 多了他一場 他已經沒有武行 他已經沒有武行 他只有一生一死 他倆只欠 地區出線 他真的有Dialog 因為你Wild Card 沒有希望 他沒有 所以這三個星期 一日只有非贏 就不能輸 一輸一場 隨時會有 說回 Forty Liner Seahawks和Rams Forty Liner 最主要是 Forty Liner 暫時 他正在下第1位 剛好 Seahawks上星期輸了 他就退了去Wild Card 但他的分數很高 他現在是13 他在Wild Card 是領先的 所以你後面 NFC要對他 一定要先拼下他的分數 但問題是很難的 所以為什麼Rams和他同一組 他在8-5那麼危險 如果Seahawks不輸的話 沒有輸的球 其實Rams怎樣追究都追不上 追不到 他只有 有一個好的標準 但是沒有一個好的 即是 情況對他不利 而且Rams要贏了 別人還要輸 而且你的head-to-head tiebreaker 都會輸 沒錯 情況完全不利 所以LM今年 本來自身一定要來的 這三場一定要贏了之下 還要靠其他人輸球 今個weekend對誰對Rams Rams對Dallas 下weekend就是我們賭場 對49ers 我們玩的那一場沒有人不賭 你真是壞 我們玩的那一場 Dennis會這樣說 我們玩的那一場 還有我們說 20元那些是賭籌碼 不是賭籌碼 贏了Dennis是請大家吃飯的 贏了是請大家吃飯的 所以現在他們在這三個禮拜 每一場 都是一個 致命的 要來對著這幾個 tiebreaker 和 wildcard game 都很恐怖 但LM最難不輸 就是因為他上年打Super Bowl 今天打得這樣 現在還要爭那個 這個 wildcard 還要是不輸 還要根據很多輸的情況 才有機會 其實他是很危險的 Dallas 只要一定要贏 一定要場數高於 Philadelphia 才能進入那個 wildcard game 另外 要是有 要是沒有 你說另一邊 Packers 和 Minnesota 現在的問題是 Packers 他已經進入了總子 在上面 Division裡面的總子 他現在下一場是 Wiking Wiking 現在都爭 因為他現在 他也是爭 那個 wildcard 因為現在 NFC那邊 Wiking 是在亨停 也要贏 但也要有人輸 但Wiking 情況好一點 因為他有機會入 wildcard 還有他有機會做Division winner 因為接下來Wiking 都要跟Packers 要抽 那這場是很棒的 問題就是 究竟誰能抽得贏 現在 如果Packers 這兩場 都贏了的話 其實Wiking 就算贏輸 對他來說 他已經沒有辦法爭取第一線 因為 他總子 在下兩個星期 已經坐定不錄 因為他都希望在 wildcard 是的 他都希望在 wildcard 但有些人說 Bear 即是紅人 都有機會爭上去 但問題就是 Bear也要有很多 配合 就是要人輸 但他今年開場 7-6 都不是太過6 你看回他的Division 還有整個play up 他也是在亨停 但他不是沒有機會 他沒有 他又要有很多變數 他會在邊之間 他會在邊之間 他一定要有其他人 例如Wiking要輸球 他才有機會爭上來 跟他爭爭爭爭 然後你回到星的邊 就不用看了 星的邊就一定進去Division 他已經進去了 其他陰球 Tamba Bay Pandha Pandha Falcon 他連Wildcard都可以爭取 Valcon 也是打Summer Bowl 真的 不會很好 他說已經沒有了 他本來都不需要想 所以現在基本上NFC 都在Wildcard争都很厲害 因為大家都欠一兩場 但AFC的 形勢 都差不多定了6-7成 除了Wildcard之外 這個禮拜這個禮拜本來Buffalo Bill對Pittsburgh不是在NBC打的 改了賽程 改了賽程 因為Buffalo Bill打得好 他今年竟然可以打到playoff 而且Pittsburgh沒有正選callback 他從03開始 衝上85 變成他們有剃頭 Buffalo Bill亦都被人看過 他有機會爭取playoff 當然他想爭取第一 也可能會有問水 但爭取出線應該沒問題 只要稍微不要輸一些緊要的賽事 其實他都正在進入 因為他現在是第五名 而Pittsburgh第六名 問題是他現在跟Pittsburgh這星期打 他們兩個會對調 現在很多人都買 其實Pittsburgh會贏的機會多 Pittsburgh會贏多一場都很穩妥的 他贏多一場就很穩妥的 他的wild card game就很穩妥的 他當然希望Pittsburgh會輸 但問題是Pittsburgh這星期對Bingo 都已經贏了 他真的贏了Bingo 真的是Bingo Bingo變成Bingo 所以Pittsburgh這星期 只要打贏了 他就坐定Bingo 說回你的Radar 雖然他應該不能入到冠軍賽 沒有 他玩完了 但他有沒有機會是Winning record呢 現在我們看他 只剩下三場 雖然不是打得很強的隊伍 但問題是 現在基本上也有question 一個quarterback 其實是打得不好的 但如果他最後三場贏了 如果你的最後三場KC輸的 他也9-7 他也不行了 他贏了快 因為Tabicca輸了 Tabicca輸給Chief 即使現在Chief輸了三場 Radar也不能入到 即使上手Chief占了街 他也是Division Winner 對啦 Radar真的是很冷靜的 他也不用止留了 真的跟他的制服的顏色一樣 真是黑暗 沒錯啦 等下年他非常好 其實他今年打得比去年 正常來說 他現在的形勢 只是quarterback的出蝕的機會率多 但問題是 他有機場打得是不錯的 這個就要看看他接下來第三年會再怎樣 也在寄望他第三年 你現在看這幾個星期 他有些重要的賽事 例如Patriots要打贏了 他才能鎖定出線的第二名 或是第一名 Division Winner Seahawk 又要打Panda 因為現在最害怕就是 Seahawk打Panda 這些Panda進不了 他打炒你 打炒你的賽程 你們就麻煩了 Panther就是攬炒 Panda攬炒 攬炒你 你現在Seahawk那邊 你一定要贏 但他搗亂你 他突然發誓 中了你 你就糟糕了 所以他最害怕就是對著這些隊 但話說回來 說回Patrick那邊 他最近也輸了一兩場 是的 其實有可能可以在砍炒Tom Flailly 是不是真的這麼行呢 我們也有說過 他現在的前面的前面 offensive 是有問題的 是因為所有收藏都不成熟 除了11號那個之外 其他都不可靠 你看他很多都 看到他這幾場球 他扔出去 他不是扔不准 脫球 他的收藏全部都脫手 所以是未成熟的 他的收藏是不成熟的 所以他的線路 現在前面 他就算 我這樣看他 現在他進入了 playoff 他都危危苦 但今年我看 看現在的形勢 Beltoner 基於成熟是極高的 因為你停止不了 他又扔得又扔得 他剛剛昨天才得到broker record 就是他得到整個SINGLE SEASON最多的RUNNING YARD 是高於Michael Fick的 喔 他已經是 RUNNING BACK來說 CALLER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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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RAMSE對CALLER BUFFATO BILL對STILLER 都有看頭 兩三場都有看頭 到時看看 现在过了十五个星期之后 过了Monday Night Football 看看有什么形势 Monday Night Football 看看是哪一队 Monday Night Football 好像是Colder Singh Sing已经是十四号牵牙了 但最重要是要保持他 因为他刚刚输了给49ers 所以他的种子的形势是不乐观的 所以他欠排名 对 他欠第一 第二 他只要赢了一场 第一 二的桌子是最好的 除了休息之外 他们要有一个Home Field Advantage 如果他取得第一 除了运动都会有Home Field Advantage 所以他现在是想账第一的 他现在是希望方向一人输 不是只说 赢球 输球 也要看看形势 就算你有机会进去后赛 也要赢完以后的赛程 这一集就说了这么多 等差不多的季后赛程 我们再说 好 拜拜 谢谢